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如何讓這個攝影機啊 在這個 ipad 上面做 youtube 的直播 比如說這才是 sony 的 攝影機然后連接在 ipad 上面 好你看哦 怎么將這樣的畫面在這個 youtube 上面做直播 好那你在做實際直播之前啊 請你先用一臺電腦 先打開這個電腦版的 youtube 的畫面 然後請你先測試一下你的帳號是否能夠直播 怎么測試呢 就是這邊有個加的這邊符號按下去 請你按這個進行直播 好一定要出現這樣的studio的這個黑色的畫面 有這個畫面啊表示說你的帳號是可以做直播 的功能使用的 如果沒有出現這畫面的話 請你在這個他會告訴你一些提示的訊息 叫你啊先用手機去做認證 啊認證完一定要出現這樣的畫面 才可以進行這個行動裝置的直播 我們剛才已經講說你必須要 現在你的電腦版的這個瀏覽器 到 youtube 的頻道 去按那個直播的功能 要先出現那個 後臺的那個studio直播的畫面 才可以進行下一步 好當你已經有出現那畫面的時候 我們等下介紹說 如何將這一個攝影機啊 連接這個 ipad 上面 然後這個 ipad 上面的 app 叫做 media link switcher 上面做一個直播的操作 這個是 ipad pro 他的界面是 usbc 的洞 啊你使用 ipad pro 的話就用這個 usbc 的 hub 啊我建議啊你是使用那個 apple 原廠的會比較好 那當然啊如果說你是用 iphone 的話 那這邊就是lightning的界面 lightning的界面 其實你要準備這個 lightning to usb 3 相機轉換器 那我現在就用 ipad pro 做示板 所以我就用 usbc hub 做 一個使用 首先啊先將這 usbc hub 先插上去 好 然后呢 這個是攝影機 打開來 將 hdmi 拉出來 然后呢 這個是 ios 直播專用結局卡 這邊是 要給他電源的 他這邊是 usb 的 線材好 那電源的話我們就用這個 micro usb 給電 這是5伏特的電 這樣子 然后可以把它鎖在你的腳架上面去 usb 的地方把它連接到這一個 hub 上面來 這時候請你打開你的 app 叫做 media link switcher 打開來 這時候請你用你的手去觸控下你的螢幕 往右 可以設定你的視訊來源 好我先加這個視訊裝置這個擷取卡的畫面 加 然後這邊有個叫做 icapture這邊 加上去哦你看到是藍色的畫面嗎 你有看到藍色的畫面呢 請你將剛剛的這個攝影機的 hdmi 接到你的擷取卡上面去 好一定要看到藍色的畫面才可以 好有看到畫面了嗎你看一下 然後我們再繼續加我們的視訊來源 這個我們是加這個 手機的內建鏡頭 好所以呢 第一個來主來源是那個擷取卡 然後第二個是 ios 的鏡頭 這個 ios 鏡頭 所以我們這樣移 就是一就是可以視訊做切換 然後第三個呢你還可以再加你的 手機內建的影片 或者是一些圖片什么的影片都可以好加上去 好這時候你的一就是 擷取卡的畫面 2就是 ios 的鏡頭 3呢就是影片這樣子好 然後你可以基於這個三個來源 去拼湊你要的 特效 比如說 我這邊可以再新增一個 比如說 這一個好左邊是1 右邊是2 好那我們按確認 所以你看哦 視訊來源1就是攝影機 2就是 前鏡頭3就是 3就是這個 影片 然後剛才有加這一個 左右對稱的好我們再加一個 以此類推你也可以做一個這樣子母畫面 這樣子都可以好 那另外呢 你的手往 左邊 你可以加一些特效 比如說你可以加時間加計分板加圖片好我隨便加個時間 好 那我就把它放在這邊 把它放大一點點 好 我來這邊 這樣子 完成 然後記得在加 這時候呢你每一個的視訊來源都會有一個 時間的圖層 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都一個圖層 好 再來就是很重要就是你的手要往上這個方向 這邊要設定你的聲音來源 我剛剛啊有加了這個截取卡的視訊裝置跟 這個 內建的鏡頭 所以我現在的音效就會有兩個 一個是來自於 攝影機一個是來自於 這個的內建iOS的麥克風 所以我按上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 這個按下去 那通常啊我在做直播說我的聲音來源就只要一個 我把不要的就把它給 關掉 打開來就是開 把關掉 所以我只留下這個截取卡的聲音這樣子 好這時候就把它關掉 啊有時候你會聽到聲音 這邊有個揚聲器就可以把它關掉 會比較好好 這樣子所以我們要回到這邊來 好最後我們來設定那個直播的平台 我就往下 這邊按設定 然後呢我要加入youtube的頻道所以呢 我就加入管理 新增 youtube 連接 把copy下來 登錄 把剛剛那一串給copy貼上去 繼續 然後選擇你要的帳號 這個帳號 允許 儲存 儲存 退後 好 然後繼續退後 然後再設定你當前要直播的 請你設定成youtube 這樣子 然後呢設定你要的解析度還有分裂 你可以設1080p沒有問題 好你現在推到這個畫面來你要做youtube直播 你不要直接就按直播哦這樣不行的 請你還是要按下設定 然後呢到你這個第一個管理連線這邊 再進去youtube 你看這邊有多一個什麼 上位選舉這叫做事件 請你去新增一個世界他會創立一個事件 創立 好你可以設立成一個 這個立即直播的一個事件 然後設定成功 然後就儲存 退後 退後 開始直播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這數字在動來動去就表示說 你的youtube直播是成功的 好我們來實際看一下我們實際直播的內容 這是我的帳號點進去 這就是直播的內容 有沒有聽到 好我們來實際看一下我們實際直播的內容 這是我的帳號 好這樣子這樣就成功了 比較重要的是說你要做youtube直播 你不要直接按開始 你要進去設定 然後就按這個管理這邊 然後呢到youtube這邊 然後呢在選取 這邊要讓他創立一次 那個叫做事件 好然後呢 我就選取這一個事件 就按 呈預設的 儲存 然後再按開始直播 這個動作一定要做到 不然你的youtube是無法做直播的 好你有看到這個數字在動 12345就在動 表示說你的youtube直播是成功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個比較簡單的直播 我叫做media link live 好這是media link live 接出來就變這樣子 那請你一開始要去設你的直播平臺 管理連線 好一樣跟剛剛一樣 你就是 登錄進去 好儲存 啊這個media link live 就沒有像剛剛那個media link switcher 一樣還要再做什么 什麼那個 創立一個事件 你就直接就 出去之後你就直接按直播 按youtube 然後按開始 這樣就好了 是很簡單 media link live 是最簡單的直播方式 這樣就直播出去了 好有看到的數字 這邊有在動 好有動就可以 表示說成功 這樣子 好以上簡單的做一個直播的介紹 好 其實 Celia